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掌声有请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欢迎 《华山论剑》齐选全国的海选健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健保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剑》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就可以了 本场的所有藏品都是从我们线下和线上的海选选出来的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姓郁 宇万庄 宇先生 您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这个画的卷轴上写着陈伴丁和肖谦中合作的 这是一幅山水作品 那来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 嗯 这位藏品是我几年前从一位先生手中买的 这位先生早年在日本工作就买了很多山水花 后来回到国内啊遇到圈内的一些行家一聊 说他这货都不对 哎呦 一窝假 嗯 然后就一下子心灰意冷 就托朋友看看有谁想要都便宜处理了 让我让我一去挑一挑 我去了以后一看 确实是水赚 都不高 嗯 就觉得这个还可以 最后花了五千块钱 就给你拿下了 嗯 也没当古董的价买 嗯 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来鉴定了呢 嗯 我也拿不转 嗯 来节目啊 一次看一看是不是真的 嗯 第二呢 如果是真的 能值多少钱 嗯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藏有输入的是 五万元 之前节目当中来过陈半丁的这个画作 一瓶池几万到十几万啊 您这么大的一幅画 怎么才估五万块钱呢 我也是拿不转呀 哈哈哈哈 也没敢当真的 对对对对 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 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一脉传 这位仓友带来的是一幅合作山水画 我相信此时此刻你的心里也十分的打鼓 到底是不是两位画家在一起合作的呢 还是一幅伪作呢 其实合作画故意有之 比较有名的就是五代时期 李承王晓合作的独碑科实图 其实合作画也是我们鉴定的难点之一 因为两位画家的他们的风格不统一 但却要融合在一幅画当中 那您知不知道 萧千忠与陈曼丁两位先生 他俩是不是同一时代的 年龄有差距多少呢 他们是一个同时代的 年龄啊 出生大概就差七年吧 不错 看来做了很多的功课呀 没错 陈曼丁老先生出生于1876年 那么他比萧千忠老先生大了七岁 萧千忠出生于1883年 所以说两者在时间上是有重合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点 两者呀都是精精化派的人物 所以说在地域上两者又会重合 但是具体的合作画呀 也有很多种形式 有隔空合作的情况 我住在这个城市 你住在另外一个城市 我们在一起 我画完这个 把画作寄给你 你继续创作这幅作品 还有呢 我们在现场合作 我画完这个部分 你画另一部分 在现场雅集合作 陈曼丁先生呢 不仅是一个撰客的高手 而且也是一位合作的高手 我们会发现他的很多作品 都是与别人合作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您这幅作品的右边 有一方腰章 叫半丁合作之印 您看啊 他平时所用的章 都有这种合作之章 就证明他乐于参与 此类的这种合作的画 其实通过对于 一幅山水画的解读 我们可以发现 他很多背后的人文精神 以及文化力量 那结合这幅画的文化解读 我将会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请鉴定袭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这把人带来一件作品 山水作品 署名陈半丁和肖千宗合作 两位画家呢 在当时啊 属于京派的一个名家 陈半丁呢 我们见的最多呢 都是他的花卉作品 实际上他山水画的也非常多 个别也有人物作品 肖千宗呢 是以山水为主的一个画家 这张作品呢 我们看他是以 非常传统的分段式的构图 把这张画分成了近景中景和远景 岸边画了芦苇 一条小船里面描绘了两个人物 中景以三角形的一个构图啊 稳住了整个的画面 远景寥寥几笔 描绘的山把整张画啊推远 显得层次非常的丰富 我们看他的上边啊 是陈半丁的题字 隔岸桃花开 江头夜来雨 借问垂吊翁 中留申吉许 落款是山阴陈年并济 前印两方啊 半丁老人朱文印 陈年之印白文印 银首是白文印强半 他的下面呢是肖千宗的落款 半丁龙桥合作 前印是肖千宗白文印 他们之间合作呢 作品呢我们也是精强的见到 从画风看 两位作者呢 笔法呢融合的非常的近 那您这件 以很便宜的价格买来的 到底是不是真迹呢 经我鉴定 这是一座被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的城市 百余年来 它用今天的巨变 图写出了近现代中国开放发展的澎湃篇章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 却又和谐共生 形成了其独有的城市品格 这里开放 包容 创新 奋进 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名片 这里 是上海 通知 华山论剑2023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第二站即将开启 时间 2023年3月26日9点到17点 地点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188号中幅谷完成 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辩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锤巡热线029-8931-2913 详情一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件公众号或论件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真迹 我个人的鉴定一件是 这是一件肖仙中陈半丁山水利州真迹 为什么说是真迹呢 首先说这件作品两个人合作 他们的笔法比较贴合 一般认为可能会是在一起创作的 实际上我们发现了他之前有一幅合作的作品里面 肖仙中记录了这么一段事 就是他们两位画家一个住在城东 一位住在城南相聚甚远 所以说他们就来回投递的方式 把这个画成一部分的作品 叫人带过去 两个人这样隔空合作的作品非常的多 但是呢 两个人又能通过相互的这些高超的一些技法 把它画得天衣无缝 该因什么呢 就是当时两位画家主要学习的 都是以石涛的绘画方法为主的 这么一种表现手法 所以说能够非常好的描绘 风格相对立体统一的这样一种画风 咱们看近景画的这个鲁尾略 略有捉厚之意 这个呢更贴近于肖仙中的笔法 因为他绘画的主要风格 一个吸收石涛 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就是 金陵八家之手的拱仙的绘画方式 所以这里体现的更为充分 近景的这个红树旁边的这个杂树 包括这条船 非常明显的就是陈半丁的笔法 这个水波纹也是肖仙中的 中景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山峰 是非常明显 是非常明显陈半丁的笔法 他上面这些重述 又是肖仙中的笔法 那么这个远山呢 就是咱们说的两位画家 共同画成的 包括寥寥几笔 既带有石涛之意的这种行笔 远山又有勾勒 这种披麻村的方式 又有肖仙中的笔法在里面 所以说可以说两位画家 真是达到了精神和技术的 相融合的非常高的一个境界 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我们同样暂时封存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肖仙中先生跟陈半丁先生 这两位大画家的画呢 在市场上量比较大 但是呢 他们在民国的时候 他们的画是非常贵的 为什么现在他们的价格 没有特别高呢 是因为现在有一部分 就肖仙中先生 跟陈半丁先生的应酬之画 还有一些呢 就是市场上的宴品 就把它整体的价格呢 都给拉低了 2018年呢 6月份的时候 汉海拍过一个 是肖仙中 陈半丁 还有林文渊 三位画家的合作的画 当时成交价是 63,250 就也不是很贵 但是呢 如果单放就肖仙中先生 有一幅画呢 是2017年的荣宝 拍过一个鱼桥图 他成交价是92,000 2021年呢 12月份 汉海的秋拍呢 拍过一个 陈半丁先生的达摩 当时18万4 按理说 两个画家 株莲合璧 它的价格呢 应该会更贵 但实际上来说啊 按照现在市场交流来说呢 并不是这样的 就大家对他们的追捧度呢 其实说单幅的 比如他们的精品 价格可能会比他们合作的画呢 要贵 另外一个 这幅画的品像呢 有点发黄 就是可能也是长期啊 悬挂 就是品像呢 稍微的受点影响 我给一个啊 有现在市场上 特别好流通的价格 我的估价是 它的市场报价是 13万 来揭晓它的鉴定估值 15万 来揭晓文化负值 16万 所以这幅藏品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是13万到16万 远超出您的心灵运气 满意对吧 满意 这件产品的最终鉴定结论 需要三位专家 共同来完成 马上进入成见时刻 请三位专家输入各自认定的 鉴定结论 我们的系统会进行 关键词重合识别 识别通过则合见成功 关键词存在分歧则合见失败 谢谢大家 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见》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您好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王战平 王先生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我这带来一个狗雕碑 为什么叫狗雕碑呢 我记得是2000年左右 中国呢打进世界杯那年 我们哥几个呢特别高兴 然后呢就组织了一个车队 上张北草原旅游去了 然后呢把我们家的狗呢 我也带上了 然后到了那儿呢 一个几个蒙古包 吃饭 吃完饭呢一上车 一看我这狗随着雕个东西 雕这么一辈子 当时呢也没在意 完了就给拉回家去了 就一直在家里放着 完了有一天呢 我一朋友上玩去 说这个像个古董 我听大大秘说呢 所以呢今天就来 让专家给看看 这东西呢 是不是好东西 是不是古董 但我看着呀 就像我家这个高脚杯似的 没什么区别 这要是古董的话 哎呀我姐问问专家 带一个是带古代呢 是干什么用的 原来是这么一个狗雕杯啊 对 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别人家养狗在家里搞破坏 那您养条狗还能捡个古董回来啊 没想到还是古董 所以呢专家得看看 那您盼着它是真是假的 我当然盼着它是真的 对吧 直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藏有输入的是 五千元 为什么估五千呢 唉 我想这个狗雕来的 估计值不了什么钱 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 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藏有您好 刚才听了您这个离奇的故事啊 我都觉得我们家也得养条狗去 您刚才提到了说您家里边还有这个高脚杯是吧 对对对 您平常喝红酒吗 葡萄酒什么的 也喝点 也用那喝葡萄酒是吧 对对对 实际上我告诉您啊 这种高桌杯的样式啊 它的来源 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考据 有的学者认为呢 这种高桌杯的样式可能来源于 我们新时期时期的这个龙山文化和大问口文化 然后呢也有学者认为呢 这是西方的这个圣杯在中原化以后的这种变体 还有学者认为这和当时的这个葡萄酒饮用有着极大的关系 还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为了握持方便而制作的一种叫做马上杯的器物 不管它的来源如何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您您的这件高桌杯呢 它一定是用来饮酒的 比如说江西的高安教堂中有一件圆青花的高桌杯 里面书写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人生常在百年罪算来三万六千场 可以证明这种高桌杯确确实实用来饮酒的 为了配合葡萄酒的饮用 这种高桌杯的这种造型就开始广泛地流传起来 各地的窑口呢也用我们独有的陶瓷技术 生产出了这种陶瓷型的陶瓷器的这种高桌杯 比如说这个景德镇窑 龙泉窑 还有山西平阳府的下属的霍州 在元明时期也生产过这种高桌杯 元朝灭亡以后 明朝的统治者继承了元朝 对于这种酒文化的爱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景德镇玉窑厂 从永乐 宣德 陈化 郑德到 这个清朝的康熙 雍正 乾隆 都有对这种高桌杯的制作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化呢 这个高桌杯进入清朝以后 它不仅仅是用来饮酒的了 而且它还具有了一些这种家庭陈设 或者是家居亲共的功能 那么就您这件器物 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请鉴定袭来 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位藏友拿了一个高足碑 他说这叫狗雕碑是吧 首先咱说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而且情商也很高 您说您家里有高脚杯 肯定平时常喝酒 你们家的狗可能就在旁边看着 所以说这个形状跟那个类似 也许那狗就在垃圾堆里 正好有这个玩意 它叼回来是给您喝酒 其实这种制式 在咱们中国就是大文口文化 就是那个时期呢 就有那个黑桃的高足碑了 但那个高足碑 当然跟它的形制是有区别的 隋唐时期呢 其实辞制的高足碑也是有的 你像尤其是隋白 唐白 那个高足碑都是很流行的 只是到了元代的时候呢 它的品种包括各个窑口 都在烧灶 这个应该是跟蒙古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一般的这种 勇武民族嘛 到处这个奔跑啊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它方便携带 它可能是用来喝酒 甚至也有可能是喝茶 喝水用的 这个喝奶都有可能的 看看您这件啊 您这件高足碑呢 首先呢 它这个圆口 有一点点外皮 有一点小折颜 上面呢 有这个明显的化妆土 在这个杯子上面呢 有细线滑的花鸟 而且呢 在它的足部啊 有两个很明显的 我们叫它弦纹 很突出 底部呢 我们看到呢 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五个支钉 当然了 看到一个呢 应该是补上的 那这件高足碑 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经我鉴定 这是一座被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的城市 百余年来 它用今天的巨变 图写出了近现代中国开放发展的澎湃篇章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 却又和谐共生 形成了其独有的城市品格 这里开放 包容 创新 奋进 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名片 这里 是上海 通知 华山论舰2023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第二展即将开启 时间 2023年3月26日9点到17点 地点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188号中辅古完成 华山论舰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舰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巡热线029-8931-2913 详情一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舰公众号或论舰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 这是一件圆明时期 白地黑彩细线滑花鸟纹高度碑 为什么说它是真品呢 首先我们看它的形质做得非常的挺拔秀美 你看它上下的比例看上去都是很和谐的 而且这种高度碑的制式呢 在这个元代像元青花啊 什么幼里红啊 还有一些个什么卵白柚啊 都有这种形质的啊 再有呢 我们看它的柚啊 也是很凝润的 尤其是这个白色化妆土啊 都流淌下来了 很明显啊 它的这个底部呢 有五个很明显的这个枝钉 露胎处的这个包浆啊 也是很深厚的啊 最主要的是它这种工艺 是白地黑彩细线滑花 这种工艺最早在宋经时期 磁洲窑里面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看见的最多的就是一些个磁疹 它上面呢 在黑地上细线滑的那种水波纹 你看这个也是 它首先上了一层白色化妆土 然后在白色上面 又湿了一层黑色的化妆土 然后呢 用这个针状的这个尖锐的工具 细线滑出这个纹饰 再湿了一层透明药 所以说这种工艺啊 应该是很复杂的 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啊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再来听听市场团的分析 这位常友你好啊 这种化妆土的这种高足杯啊 偏粗此类啊 粗台的 这种呢它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像细词类的呢 就是多见一些 在这个圆明时期 然后这一类呢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上面划有这种 划划简单的那种云纹 也是这种黑地儿的 那种呢相对那个量 可能会多一点 大概价位呢 一万五到两万左右 然后这种带这个飞琴 或者是一般的走兽类的呢 这种题材呢相对比云纹那类呢 基础文似的啊 要比他们稍微的好一点 在2016年的时候呢 这个加德的拍卖 它是一个高足杯 还有一把壶 还有三个方盘 它呢一共才拍了 两万三千六百元 但是呢也有例外 虽然这个词 我们说它是初台词 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保利拍卖 它拍到了27.6万人民币 那个文饰呢 是华的这个兔子的文饰 跟这种花鸟类的呢 差不多 但是呢我们不能以这个 一例拍卖的这个价格 作为我们这个评估的依据 总体来说这个器物的品质呢 还不错 然后呢这个也是不算多见 我给你一个市场的参考价 它的市场报价是 三万五千元 来揭晓它的鉴定估值 三万元 来揭晓文化复值 两万元 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在两万到三万五千元 它的鉴定结论需要三位专家 共同来完成 马上进入成见时刻 请三位专家输入各自认定的鉴定结论 我们的系统会进行关键词重合识别 识别通过则核件成功 关键词存在分歧则核件失败 核件成功 经三方核件化山论件 对这件产品的最终鉴定结论是 原名白地黑彩花鸟纹高足杯珍品 恭喜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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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还可以获得 华山的那几位产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建立完毕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 谢谢 也要感谢北京天涯股完成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长眼收藏江湖论件化山之巅 我是田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